被杀害的记者卡书吉 与另外一批记者成为 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 那么详细情况 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莫宇 那么刚才提到 就是除了这个记者卡书吉之外 还有其他的哪些人 成为这次这个年度的 周刊的这样的年度人物 是的 那么时代周刊总编辑 爱德华·菲尔森索尔 星期二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NBC 今天节目采访的时候 宣布2018年的年度人物 是真相的守护者 那这些守护者 包括四名个人和一批人 那他们都是记者 其中包括遇害的 《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卡书吉 那么直到两个月前 卡书吉在进入沙特 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 被杀害 菲尔森索尔说 这是时代周刊 首次选择已故人事为年度人物 那么他表示 一个人的影响力在死后 仍然如此巨大 这是非常少见的 那么被评选为年度人物的 还有被菲律宾当局 以逃税为罪名逮捕的记者 玛利亚雷萨 因报道罗欣亚穆斯林 而被缅甸监禁了将近一年的 路透社记者瓦隆和觉梭 以及总部在美国 玛利亚洲安娜波利斯的资本公报杂志的记者编辑 这个刊物的五名成员在今年六月死于一次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那时代周刊杂志是用四个不同的封面突出了这四组人物 其中路透社的那两位记者封面上他们的照片其实是他们的妻子 他们妻子手中是拿着他们丈夫 也就是这两名路透社记者的照片 林森 各位我们知道时代周刊来评选 他通常是评选一批人 而不是一个人成为年度人物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么去年那么揭露各个行业的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的那些 所谓打破沉默者入选 那么今年时代周刊向记者来致敬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是的那么时代周刊的每年评选 这个对新闻和世界事物产生最大影响的这个个人 或者一批人 不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 那前面提到这个评选一批人作为这个年度人物 他不是第一次了 那么时代周刊说选择向记者致敬 是因为民主在受到政府的威胁 以及受到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威胁 那时代周刊编辑卡尔维克他说 本来应当是民族取得长足进步的这个时候 但是民主反而在后退 那他写道老派的暴君在冷战之后几十年 喜欢使用新闻检查的这个手法 那现在的暴君是酿制人们对可信事实的不信任 并靠着社交媒体所散布的混乱而兴盛 那么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诺尼甘尼 对美国之音表示 2018年对全球媒体来说可以说是最黑暗的一年 目前已经有81位公民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被杀害 333人被监禁 那他说这不仅发生在威权国家 比如说中国是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 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被认为是新闻自由和民主灯塔的国家 那么他认为呢 在记者处境受到严重威胁的当下 时代周刊今年的年度人物选择非常有意义 那么来听听他的看法 今年年度人物的选择 向世界各政府领导人和任何试图让媒体晋升的人 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那就是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阻止记者追寻真相 我们希望他们的选择能促使国际社会谴责不断肆意攻击媒体自由的行为 并回击那些试图让媒体沉默的人 那甘尼表示他相信呢 卡舒吉以及其他记者所做的牺牲不会白费 林森 说到民主和人权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就民主和人权发表了一份声明 那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怎么样的 好的那这份声明呢是有关宗教自由的 蓬佩奥国务卿说他在11月28的时候 对28日的时候将缅甸中国伊朗沙特等10个国家列为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这个列出的这个特别关注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参与或容忍系统持续和过分的侵犯宗教自由 那他还将俄罗斯等三个国家呢列入特殊观察名单 以及把努斯拉阵线基地组织 伊斯兰国组织和塔利班等等列为特别关注实体 那蓬佩奥在声明中说 全球有太多的地方 人们仅仅因为个人的信仰而面临骚扰逮捕甚至是死亡 那他说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保护和推动世界宗教自由是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方面的重中之重 那他在声明中还说 维护宗教自由对确保和平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 那他表示美国继续致力于与各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宗教领袖合作 促进世界范围的宗教自由 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语的详细报道 林森